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下午好 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OK 我看到人在点头了 听到 OK 那我们的讲座就要开始了好不好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回来参加我们这个眼睛和视力保健系列讲座 第一个乐龄视力保健 我是刘帅 我是新加坡中央医院的社区护士 然后和我一起的是黄晓玲护士 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些眼睛 还有视力的一些东西 可能一些小的贴士和大家分享一下 OK 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包括什么呢 首先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老化 年长者常见的一些视力退化的疾病 我会和大家介绍五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视力退化的疾病 之后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眼不护理的小贴士 所以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怎样讲视力比较好一点 或者是眼睛能量疲劳 然后之后会和大家分享怎样使用和储存眼药水和眼药膏 OK 我们开始了 所以首先什么是老化呢 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过这个词了 因为比如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细胞 组织还有各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都会慢慢的衰老 比如说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的皮肤越来越松弛 为什么我突然间吃东西好像吃的越来越少 消化的很慢了 或者是说怎么讲好像普通能量有力气 这些都是年龄增长迹经的一个过程 这些都是正常的 或者比如说我的听力好像突然间听东西不是很好 或者说眼睛我的视力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眼睛的组织和结构 也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退化 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但是什么是不正常的呢 等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下 OK 今天给大家一组处计了 所以说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新加坡有做一个统计 说差不多有七个新加坡人中 有一个是年长者 然后十年之后 2026年的时候 这个概率增长到了4.7比1 意思就是说差不多有不到五个人中 就有一个是年长者 然后他们预估说到2030年的时候 每2.3个新加坡人中 所以不到三个 中几乎有一个是年长者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的率 其实是增长的蛮严重的了 就是说根据这个数据调查说了 到达2035年的时候 有大概将月 有大概32%的新加坡人 年龄在65岁以上 这差不多占三成的比例呢 所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 会有一些视力退化的问题 除了那些正常的视力退化问题 还有一些不太正常的病变 这边我给大家介绍五个了 五种不太正常的一些 给我们身体上人疾病的一些 眼睛的问题 第一个是白内障 很多人都听说过吧 就是说很多人讲眼睛生没了 这个是白内障 然后之后是青光眼 我们叫眼牙很高 青光眼 然后第三个是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 这个听名 大家应该知道和糖尿病有关系的 然后下一个是老年性黄斑病变 然后最后一个是老花眼 老花眼很多人应该知道吧 听说过对吧 之后我会给大家来一一的介绍这五个 OK 首先白内障 什么是白内障哈 OK 所以白内障的产生了大多余年龄的增长有关 OK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图 这两个眼球在这边 左边的是健康的金状体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好像玻璃的这个东西 好 就圆圆的土圆体 这个像玻璃一样的 这叫做金状体 所以白内障好就是这个东西产生了问题 它变得很浑浊 责任这样变得很厚 所以我们的视觉见得很模糊 然后看东西好色彩东西 比如说这个鲜艳的花 看着好像没有那样鲜艳 现在比较萌萌 然后我觉得亮光好 如果亮光太亮的话 会觉得很不舒服 或者是说如果晚上的话 看东西就比较差 全是因为这个金状体在搞鬼了 还有的人觉得说 看灯光的时候好像出现了一圈一圈那种光韵 这也是白内障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会很可能有一些人已经有过白内障了 然后怎样治疗呢 一般来说最终的治疗方式就是更换这个金状体 就是说把这个浑浊的这个换了 换一个人工的 一个人工的透明的金状体 这个东西换了之后 很多人说换了之后 是不是还要再换 一般来说现在科技量发达 你换完之后 它可以用十几年 二十几年这样 一般是不需要再换的 除非说你有什么别的病发症了 这个要根据医生的主托来说了 OK 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清光眼 什么是清光眼呢 清光眼是因为我们眼球中的压力太高 导致我们眼睛的神经线受到损伤 听着好像有点点清的这个词 OK 我们来看这两个眼球 一个是左边那个是正常的眼 右边这个叫清光眼 你就好像想象 这是一个充满业绩的一个球 一个带子 如果这个里面压力很高的话 它后面压的这些有血管啊 有神经线啊 就会给它造成压力 就导致什么呢 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说血液循环不好的话 我们的神经线 需要做工的话 需要什么呢 需要血液循环 带氧气啊 带什么营养之类的 所以因为这个压力太高 而导致血液循环不好 造成了神经线发育的不好 所以造成了什么呢 神经线受损 这个是主要那个清光眼的形成原因 清光眼一般来说 刚开始是没有痛的 人们感觉不到疼痛 然后你也感觉不到你的视力在丧失 我们叫做沉默的一个眼视力杀手 但是它有极性和慢性 如果是极性的清光眼 好有的人会觉得头很痛 眼睛很刺痛 或者说突然间眼睛变得红红 这一些都是一些比较急性的 如果是急性的话 一定要马上去治疗 因为清光眼造成的损失 如果不之后治疗的话 会导致失明 所以这是一个蛮严重的后果的 然后如果是有清光眼的话 如果是有症状的话 是什么样子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楼房好像一个桶状一样 你看东西 你只可以看到桶里的东西 这个圆桶外卖的东西 你看不到 然后这个桶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你看到中央这个 你看到这个区域就变得越来越窄 到最后可能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个是清光眼的症状 OK 下一个是什么呢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院 所以刚刚我讲的了 这是和糖尿病有关系 这是一种糖尿病的并发症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在血管呢 在长期的高血糖环境中 导致那个血管受到损伤 所以说 一般会表现了怎样的症状呢 先看到右边这朵花 正常人是左边这朵花 看得很明亮 然后右边这朵花呢 视力很模糊 然后出现这种漂浮的斑点 或是这种暗线 这是那个糖尿病性 是我们病变的一种症状 所以对于这个病的话 一定要定期的接受眼科的检查 因为一般来说 你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医生会让你每年回去 检查一下你的眼睛 看看你眼睛的血管 是怎么样的情况 OK 下一个是老年性黄斑病变 这个常见于50岁以上 它主要是什么呢 OK 你看这个眼球 我们这边中间有个地方 它叫做黄斑 这是一个东西来的 叫做黄斑布 所以老年性黄斑病变 就是说这个黄斑布的受到损伤 所以说它会导致我们中心的 大家看这个 大家来看这个楼 中心的视力衰退 所以你看左边右边都没有问题 你看你看中间 突然出现暗暗的对吧 然后这个楼好像扭曲了一样 所以会看一个深色斑点 有阴影 然后中心的视力扭曲 这是这个病 常见的一些症状了 然后老年性黄斑病变 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 而风险增加了 或者是有一些吸烟的 它们的风险会高一点 但这个病的话 也是需要做定期的眼科检查 并不是说 这边有这些症状 你一定会表现出来这些症状 可能有的时候你 我们每一次检查 如果能够提早的 如果发现这些激早的症状 激早的治疗的话 可能都不需要经过这么多症状之后 再来去看医生 因为我们讲了 激早的治疗 激早的发现 这是最有效的 对不对 OK 然后下一个是老花眼 老花眼 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吧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视力气化的疾病 因为我们的眼睛 好好看不到近处 没有办法近距离的聚焦 一般是40岁以上 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这个我们主要建议是 每两年做一次眼影的测试 如果说是发现老花眼的话 可以戴眼镜 做一个视力的矫正 OK 所以刚刚我讲这五种常见的 视力的疾病 眼睛的一个疾病 大家会发现我讲 我讲说 真的很强调是定期的去检查视力 因为视力真的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视力很重要呢 因为 这是一个 他们在研究了 显示说 在新加坡有27.9%的年长者 65岁以上的年长者 由于视力不好而跌倒 所以这个其实是 如果可以避免的话 我们就把避免了 对不对 因为298天真的是蛮高的 OK 之前我们有过一个系列讲座 就是预防跌倒的系列讲座 对吧 我们讲到居家安全 骨骼强壮 经常做运动 防滑鞋子 所以其中一个定期的检查眼睛 其实也是预防跌倒的秘诀之一了 OK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灯虾 我们的视力 会受到影响 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一般来说 当你幼十岁以后 你会注意到 你可能 需要更多一点光 才能看得更清楚 然后 对颜色的分辨不是很好 比如说 绿色和蓝色算不太轻 或者是说 看近处哪一本书读书的话 感觉比较困难 看近处比较困难 或者是说 突然间太亮的光 觉得很不舒服 这些都是我们年龄 最续的影响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过程吧 OK 所以说 虽然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 来缓解这些症状 或者是 让我们的 让我们或者吃点东西啊 或者是 做好一些生活习惯 来缓解这些症状 有哪些眼部 或者你的小贴士呢 下面有我的同事 湘玲来和大家分享 OK 湘玲 哈喽 好 谢谢刘帅和我们分享了很多 长线势力退化的问题 接下来我会和大家分享更多小贴士 所以 有什么呢 就是要做好良好的卫生习惯 健康的生活习惯 保护视力的方法 有益眼睛的食物 还有什么情况下 要马上去看医生 我们等一下会一一讲解 好 第一个的话就是 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正是 比如说好像你洗脸过后呢 必须要使用清洁的毛巾擦干眼部 以免眼睛有细菌的感染 还有再来的话就是 避免和别人一起共用毛巾 像那 可能那些人 可能是你亲密的人 像家人还是朋友 可是这些共用毛巾的习惯要避免 还有当你的眼睛感觉到不适的时候 要避免擦揉眼睛 贴丝二的话是 健康生活的习惯 像我们都知道呢 高血压到胆固醇 还有刚才说的糖尿病 其实是 会损害眼睛的 就是它会影响到眼睛细胞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 测量还有控制自己的血压 还有胆固醇 要让它维持在安全的水平 还有避免抽烟 要做适量的运动和均衡的饮食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进行 定期的眼部检查 那我们要再次强调给 如果是有糖尿病的患者的朋友呢 一定要定期的接受医生的指示 然后进行每年的眼部检查 再来的话是 那怎么样要保护视力的方法呢 像好像我们在看书籍的时候 或者阅读看电视 或者滑手机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有足够的光线 或者灯光 就是要避免在黑暗的地方 或者环境 在看书或者是滑手机 还有和电视的距离 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像你的电视荧幕越大的话 人和电视的距离 就应该要越远 像如果是你是看书 或者是看电脑荧幕的话呢 我们就会建议在一个手臂的距离 还有的话就是 当你看书 或者看电脑荧幕的时候 建议是每30分钟 让眼睛休息 那休息的方法可以是闭上眼 然后转动你的眼球 或者是看向远处 看向绿色的植物 那什么植物对眼睛有帮助呢 那基本上 只要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维生素的食物 都是好的食物 对眼睛的人来说 因为呢 它可以维持眼部的细胞 和组织的健康 那维生 维他命 A C和E 其实可以在不同的水果 或者蔬菜中找得到 那比如说 橙啊 奇异果啊 火龙果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农祖果 杏干 西红柿 也就是番茄 还有胡萝卜 这些都 都有维生素 A C和E 还有的话 绿色的蔬菜 包括蟹兰啊 菠菜 青豆 肠豆 钙兰 鱼类啊 蛋 奶制品 还是 这一类的食物 都能够帮助眼睛 促进眼睛的健康 那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那什么情况下 需要马上的看医生呢 那当 呃 情况一的话 就是当你的眼睛 持续的感觉到刺痛 或者有多热的感觉 就是很热 还有再来的话 就是对光线感到特别敏感 就是刚才刘帅有说的 你的视线出现有光圈 光晕 还是有开始有彩虹的感觉 在你的视野里面 或者是视觉上有一层 薄 薄的感觉 还有你的视力 急速的下降 分泌物增加 或者是开始一直流眼泪 还有视觉上翻点 这一些呢 会 需要马上的及时去看医生 给专业的医生做诊断 那 给 已经有视力问题的朋友 要怎么办呢 那 就是 呃 我们要 要注意的就是 要确保居家安全 那居家安全 包括有 呃 要保持 呃 你生活的环境 有充足的 呃 光线 亮度 尤其是在呃 晚上要上厕所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开灯 还有 在 颜色上的对比 可以选择 颜色 呃 面的颜色 来增加那个 你对颜色的 差异度 还有的话就是要 呃 一定你的家里要保持 呃 有一个宽敞的走 走蓝 步道 还有在关于 处理药物方面呢 呃 包括你可以使用药片盒 来存放药物 或者有需要的话 一定要寻求你的家人朋友的帮助 呃 也可以使用呃 药瓶的标签 像你可以贴一个 标签上 解写明你的药量 药物的目的 让你更清楚的知道 这个呃 这个药是做什么用的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在你常常做的座位上 或者呃 书桌上 呃 放一个放大镜 来备用 那你需要看什么的时候呢 你可以随时的拿到 呃 放大镜 来看 还有的话要 提醒大家就是要避免提重物 因为 呃 像呃 有青光炎的患者呢 呃 如果你有提重物的话 会导致青光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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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用肥皂和清水洗 洗 洗的话就是要避免污染到呃 眼药水和眼睛 那你在洗了后呢 清洁眼睛过后呢 要怎么放呢 那就是轻轻的拉下眼皮 然后呃 头向后清洁坐下 抬头仰望 然后在这之前呢 要 要确定医生的指示 多少呃 多少低 到底是左眼还是右眼 还有时间 到底这个时间 是不是要呃 确定要点的眼药水 所以如果确定的话 就是头往后清 然后轻轻的拉下眼皮 再来的话眼药水 最好是能够 滴在那个呃 白色白眼镯子上 你会往的 你往上看 那你就滴在白色的 那个呃 囊状里面 那个pocket里面 呀 所以你滴呃 如果医生只嘱咐一滴的话呢 那你就滴一滴就好 其实基本上 我们的呃 呃 那个空间很小 眼睛里面的空间很小 所以呢 呃 基本上只可以容纳一滴 或者多余的 它也是会流出来的 那滴完 滴在那个沟里面过后呢 你就轻轻的把眼睛闭上来 几分钟休息 那如果有多余的呃 眼药水呢 它就会流出来 那你就轻轻的拿干净的纸巾 来擦拭就可以了 然后闭上来呃 闭上眼睛过后休息 五五分钟 五到十分钟 那你才如果有两种眼药水的话 那你才提起各种 以同样的方式 那假如是眼药膏的话怎么办呢 那是一样的方法 从呃 只是唯独不同的是呃 当你拉下眼颈过后 它不是形成一个呃 小口袋 过后呢 眼药膏呢 是从呃 下眼颈的内侧 挤上要高 这样往外挤 然后呢呃 要着重提醒的是眼药膏的尖端 就是最前面的部分 不要呃 碰到你的眼球 要保持清洁 那你弄完过后呢 一样轻轻的把眼睛闭上 关闭一到两分钟 然后有多余的呃 颜药膏呢 才呃 用干净的纸巾做擦拭的动作 那假如呃 呃 医生的指示是眼药水和眼药膏在晚上的时间使用呢 这样的话我们要先点眼药水 那是因为呢 如果你先点眼药膏的话 会影响到眼药水的吸收 所以一定是先点眼药水 然后才点眼药膏 那 如果你呃 你点完过后呢 至少要等个十分钟 你才点眼药膏 那你点完眼药膏后呢 其实你的视力会更呃 会暂时感觉到更模糊 所以 如果你需要呃 有那种视觉能力很好的活动 像你要驾车啊 那些像你要需要在呃 驾车后才才做 才点眼药膏 那全部那些需要视力能力很好的活动呢 需要等到那个症状 就是模糊的症状消失为止你才才做 那和大家介绍一个叫Octo-X的呃 呃 眼药水辅助器 那这这类型的眼药水辅助器呢 其实是适合一些年党者 是呃 手手比较抖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呃 呃 放放进你的眼眼睛 的人 你们可以考虑呃 呃 买这个辅助器来帮助 更好的呃 呃 点那个眼药水啦 说这个眼药水辅助器呢 其实可以在我身或者 Gardium 或者是呃 新加坡眼科中心都有 手都有出售 那怎么用呢 就其实呃 你可以看到图画上 它就是步骤一呢 就是将那个眼药水 推入那个支架上 直到你听到一声 疙瘩的一声 然后步骤二呢 然后你就取下那个瓶盖 也就是你的眼药水瓶盖 然后把眼杯卡在那个支架上 那步骤三呢 就是你呃 一样把头 倾斜到水瓶的位置 按那个呃 挤压那个药瓶 它就能够顺利的滴入了 它其实是一个呃 呃 罐这样啊 然后帮助你更容易的滴进 你的呃 呃眼球里面 那 那 请问要怎么储存眼药水呢 那 第一个当然就是远离儿童 尤其是呃 和孙子啊 孙女啊 一起住的呃 呃 年长者一定要 放在呃 一个距离 让你的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 然后再来的话 要记录打开的日期 然后呃 呃 这里要提醒的是 当我们打开 也要水过后 只能呃 只能耐一个一个月 也就是说 假如今天是全新的 我已经打开 是呃 4月18日 那5月18日呢 那平 要呃 炎药水呢 就就要被丢弃 你就需要用 新的炎药水 虽然它里面还有 炎药水 所以 还有的话 就是要把它存 炎药水 或者炎药膏 要把它存放在阴阳的干燥处 然后要避免太阳光的紫色 呃 还有一些 炎药水呢 炎药水呢 像 它其实是需要放在冰箱冰冻的 当它还没有开开的时候 就放在冰箱冷藏而已 但是呢 那 所以在 如果有医生 给炎药水的时候 你可以看那个 呃 那个药 药栅 上面有写 如果有 要冷藏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那些药 呃 炎药水呢 当 你开了过后呢 那你就可以放在冰箱 只有 呃 就是这样 那 那今天我们主要的重点内容呢 像刚才留在 呃 护士也是已经讲了 像我们刚才讲了有呃 呃 常见的私立退化问题 就有白内障啊 青光炎啊 糖尿病 性 视网膜病变 老年黄斑病变 和老花眼 那 这里呢 我们再次强调 就是通过定期的呃 眼睛的检查 还有健康的生活新冠 这一些问题 是可以预防的 OK 这里其实是我们呃 社区护理团队的一些资料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呃 也打电话或者电邮 那我们的呃 呃 讲座就 到此为止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啊 哈喽 哈喽 请问呢 清光眼呢 如果 有清光眼 是不是能够 要怎样才能够 预防清光眼 哦 清光眼的话 刚刚我讲 是因为眼压太高 而导致了一种 神经线受损的 就是他的他的颜色 有很多的 呃 预防的话 最主要的是要做 及时的呃 要要做定期的眼睛的检查 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听到听到 所以说 因为我们 我刚刚我讲清光眼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沉默的杀手 沉默的视力杀手 在前期的时候 哈我们感受不到 任何的症状 所以有的时候 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晚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定期的视力检查 是很重要的 嗯 想请问你 那么请问 清光眼 我们怎么 不可能发觉 那么 怎么样去跟医生讲说 我们要去 我们的清光眼 OK 我刚刚我图这讲述 哈 如果说你六十 或六十五岁以上的话 其实你可以一年 去做一次眼睛的检查 对一次视力的检查 对如果说是真的有 嗯 比方讲 他除了不是很 人体很好 发现一些疾病的话 至少可以及时的治疗 嗯 对 清光眼的造成是 什么原因 哦 清光眼的造成是 什么原因呢 嗯 其实是原因蛮的 比如说你有 血压很高的话 因为我刚刚我讲 清光眼 如果是血压很高的话 造成那个 Sorry 如果是血压很高的话 造成那个 血压循环 血管里边那个 血压循环不好 因为它主要是 眼睛里面的神经线 受到了损伤 如果说你的血压循环 不是很好的话 它没有给眼睛 没有给那个神经线 足够的营养 就可能会导致清光眼 或者是说 如果不小心 搞到头脑哈 导致我们头颅内的 压力太高 可能会导致眼睛里面 压力也会挺高 也有可能的 嗯 OK 但是没有高血压 是不是也会有清光眼 对 也可能会有别的原因造成的 没有高血压 对 如果没有高血压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对 因为它主要就是导致 演出你们的神经线高 比如说你有一些别的疾病 而导致你的血压循环 它不是很好 或者导致我们的头脑里面的压力很大 多个可能造成 我们的眼睛里面的压力很大 而造成清光眼 嗯 OK 谢谢 或者是说 年纪比较大了也会有这个可能了 对 呃 请问你 嗯 你说清光眼是因为 压力呀 演压 那个演压是 可以是 高血压 还是 这个头脑的压力造成 是不是 因为我听不清楚 嗯 其实主要是 OK 其中一个很 其中一个比较 其中一个原因啦 是比如说我们头脑里面呢 就比如说哈 不小心撞到头脑 而导致我们头脑里面的压力很大的话 它会影响到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 造成眼球里面的压力很大 而造成清光眼 所以有这个可能性 请问那个 那个脑 脑部的压力从哪里来 是我们阅读啊 看电视 OK 我这个 这个只是讲的是一个例如 比如说啦 不小心撞到头脑 不小心撞到头脑 这个脑力的压力会增加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或者说 或者说啦 这是一个例子 或者头脑里面长一例中心 导致我们头脑里面的压力增大 这是一个例子来的啦 就是这个意思 嗯 可以发问吗 我想 请问你 刚才我听到 视觉斑点啊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 看东西这样 不然间有一个斑点 就是视觉斑点啊 嗯 这个是哪个呢 视觉斑点 这个 这个 是这种吗 就是非文啊 对 这个是非文症 对 有人了解 嗯 为什么会造成非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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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听到第一位讲言 哈啰 哈啰 sorry 啊 你再重复一次 不好意思 嗯 啊 你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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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听到第二位讲讲言 讲到那个 啊 是 自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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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啊 啊 我忘记了 反正 忽然间有一点东西 我也是啊 文字 忽然间 啊 啊 我才知道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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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有这个视觉斑点呢? 谢谢你 其实细纹症也是有一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你的眼球会帮助保持圆形的玻璃体 或者是胶状物质所产生的变化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时候玻璃体的部分的液体的变化 会造成一些它脱离球内的表面 所以会造成你看到有一些肺纹症 所以其实年龄还是也是很大部分是那个病因 可是假如你一直有持续性的一直看到斑点 而且影响到你的视线的话呢 那我们当然就会建议你去看医生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一年一次就够了 可是假如你现在已经有感觉到那个斑点 而且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你的 怎么说你的视觉的话 日常生活可能开始会比较容易 因为斑点的问题而晕 还是时常跌倒 那你就要需要马上的去看医生 那一年一次的话呢 是比较是像定期的检查 好像我现在感觉到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我不可能永远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设定一个一年一次 做一个定期的身体检查 那包括眼睛 因为很常常会忽略眼睛 那我们就会设定讲每一年一次 包括眼睛的定期的检查 那其实偶尔有一些半点是无所谓啊 还可以啊 如果他已经有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 那你就要去看医生 哦 好 谢谢 我可以发问一下吗 可以 我是Miley 我想问我的眼睛很喜欢就是发眼 他不是眼红 可是他是红的 是有时左边有时右边 我也要时常看医生 我想有什么建议啊 吃什么维他命啊 保持着我们的眼睛会更好的应用 当然第一步我们就会讲 关于卫生的方面 你要先做再提高卫生的方面 可能有一些有一点忽略到 卫生的习惯啊 所以第一要经常举手 然后真的要减少搓揉眼睛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使用毛巾 尤其是你擦拭那个眼睛或者脸的毛巾 可能你要分开 就是要有脸的 然后一个是身体的 你可以尝试 然后如果你脸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可以啊 就要清晰啦 然后再来的话还有枕头套 就是你睡觉枕头套的话 要定期的做清晰也是 因为如果你是偏比较容易感染的人的话 我们就会要更加强啦 还有再来的话 假如你有使用一种化妆品 关于眼部的话 那你要注意它的分量 还有不要跟人家共享啦 不管是眼部的护理啊 清洁用品啊 还有化妆品的东西 再来的话 如果你讲食物的话 这样我们就会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咯 就主要就是还是高抗氧化 还有高维生素的 像通常人家就会 通常你都会听到 他们就会讲食红萝卜 然后胡萝卜 就会让你的眼睛更亮 那其实是有原因的啦 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刚好我身体 我身体因为黄素比较高 我又不可以吃这么多红萝卜的人 这样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咯 绿色植物其实刚才我们讲的 像盖兰啊 青豆啊 长豆啊 那些都其实有丰富的 抗氧化物质的食物 其实都有帮助的 关于还有除此之外 还要一样啦 还是要看远处啊 让你的眼睛休息 谢谢啊 谢谢 没有药品啊 保健的 就是你写的 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是 其实主要的话 眼睛的话 眼睛保健 其实是最简单的保健啦 跟我们其他的器官 主要的话 就是健康的那个 健康的生活习惯 那习惯就包括 饮食啊 刚才我讲的 还有运动哦 谢谢啊 谢谢 我想请问你 我每天都有 这眼药水 一天 自己是比较 正确啊 因为你每天 滴的是 医生给你 写的眼药水吗 还是你自己去买的呢 医院给我的 那样子的话 你要根据 医生的主腹来 吸来 如果你想想说 早上滴一粒 晚上滴一滴的话 那你就要跟 医生的主腹来 你不要自己 随便增加 或者减少那个药量 因为医院的药房 给我的 久了 就没有讲了 起初可能 眼睛比较 比较 干 比较 每天四次 后来我就 自己剪了 对吗 一天两三次 所以说 医生给你 写那个医术的时候 是说 每天最多四次 对吧 如果说 没有那样干的话 可以减少 是这个意思吧 哦 好 谢谢啊 如果说 你的眼睛干的 有所缓解的话 你可以减少那个量 我们是不是可以 因为 修设年纪大了 一定会 眼睛干 是 可以 可以 因为干事 很难 阅读 有什么 除了对眼量 还有什么好方法 哦 因为 像 怎么讲 因为我们经常 看手机 看书 不管是 其实不管是年轻人 还是年长者 我们都很喜欢 看手机 或者是看书 看电视之类的 如果你长期的 盯着手机 电视 我们的眼睛就容易干 所以刚刚我们见 你说 如果你可以的话 每看半个小时 然后让你的 让你的眼睛 关一下 可能关上 几分钟 这样 让我们的眼 因为我们的眼睛 关的时候 我们的眼皮 会分泌那个 泪液 有滋入我们眼睛的作用 所以说 如果你可以的话 每半个小时 让眼睛的眼睛 让眼睛熄适一下 其实顺便也就帮我的眼睛滋润了 不要一直这样盯着看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 谢谢你的 如果儿童的眼睛的眼睛的眼白 颜色发蓝了 这个是怎么去理解呢 眼白儿童的眼白发蓝 是这个意思吗 也是有成人啦 不要不要讲儿童吧 成人的眼眼白 眼白变色了 那可能是 我在想 可能是缺乏一些东西 比如说缺一些铁 或者缺一些微量物质 这样子 对不起啊 听得很清楚 请你再讲一遍 OK 可以听到我吗 OK 你放慢速度 就不会比较清楚 可以 OK 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是缺乏一些微量元素 可能是比如说缺一些 可能是贫血 或者是缺一些别的微量元素 我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 去检查一下 有没有缺乏一些微量元素啊 或者是 我们叫微量元素 就比如说 钙啊 铁啊 甲 或者是 贫血啊 检查一下 红血球够不够 一定要进医院吗 那个 Poly Clinic Poly Clinic也是 做吗 是贫血的 对 啊 不 啊 验血就 可以去 对 验血不强 肯定是需要看医生的 对 啊 怎么做 停止跑医院去 没有 去 Poly Clinic也可以的 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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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好的 那请问一下 我们去Poly Clinic 验血的时候 我们要跟 夫事讲说 我们要验哪一个 哪一点呢 OK 我们不可以直接跑去 Poly Clinic验血 需要先看医生 因为那个血需要 医生给你血下来 对 对 但是我再问一次啊 我们要跟医生 怎样讲 我们要检查我们 眼睛里边切发 这些唯一 唯一元素呢 微量元素 或者可能是贫血 所以说你就要跟医生讲 你是什么症状 就比如说刚刚你讲 那个 刚刚 那个 Madame Sherry 他发白 眼白发烂 可能是因为 贫血的症状 这也是可能的症状 所以说医生就会考虑说 OK 我可能要请你验个血 来检查一下 你是不是贫血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明白 嗯 就是说我们要 请 教医生给我们验我们的 红血球里边有没有切发 什么 微元素是吗 不是红血球 是我们的血液里面 我们的身体里面 嗯 我们的红血球里面就是 就是红血球 我不懂啊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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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 我们建议你 你不要 就因为 因为他会有很多原因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说 你可以去 我们建议的是 批判医生 然后跟医生详细的讲一下 你的症状 这个症状多久了 会有什么不舒服啊 医生会根据你的症状来判断 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这个意思 OK OK 我明白 我明白 可以请 那个 飞纹呢 它可以是 暂时性的吗 飞纹 这个飞纹 刚刚我同事讲 飞纹的话 有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对吧 对不对 所以说 是不是 暂时性的 要取决于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 所以我们 规定解体还是要 找原因 因为 刚才 听得很清楚 所以 听你们的讲座 好像这个 是好像 还是长期的 刚刚我同事 讲的意思是说 它有不同的原因 比如说 可能是因为 我们眼球里面的一个 我们叫一个玻璃体 好像玻璃一样的 远远的白白的 它里面有一些 黑点产生了 如果说 这个东西 可以慢慢的消散的话 那就是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 它不可以消散 你就要去看医生 如果是一个长期 如果只是偶尔的 一两个星期这样 你可能之后 就没有关系 但如果说 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是因为 你眼睛里面有出血 有导致这个 非纹的症状 那就要 继续去看医生 所以说 归根结体 我们还是要找原因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记得 曾经有非纹 可是 自己缓解了 之后 也没有看医生 之后 就好了 所以说真的是 找原因很重要了 好 谢谢你 没问题 我认识 我们的聊天框 有两道问题 是 Madam出发问 他想 第一道问题是 有时 他看东西 会有双 而且 这否能治疗的吗 还有多 还有多一道问题 是 为什么眼前 一蓝色圈 飘飘后 变两圈 Madam出 你想 你能不能开你的麦克风 对啊 你速度 也是一下吗 对 还是你 你方便能开你的麦克风 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Madam出 我看你开麦克风 眼部 因为他不仅仅是单一的眼部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眼睛有症状 其实别的原因造成的 就比如说 打一个比方 这个并不说是真正的会这样 比如说你的神经线 眼部的神经线有问题 可能会出现双影 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眼部的神经线有问题 造成你 只能看这样 看不到两边 是一般的很狭窄 或者说那个人看到 那种 就是说从下向上看 就是这种 就是说 因为神经线的问题 因为我们眼部的神经线 其实是蛮复杂的 它会贯彻 在我们整个的后脑这边 所以说 因为眼部的神经线 而产生双影的 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个问题 可能说 有的人不小心撞到头脑之后 可能看东西有双影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 最主要的是要找到原因 找到原因 可能你们需要 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去看医生的话 医生会做一个 视力的检测 看看你的视野的什么情况 看看多远 看多广 或者看看你的视力 可能会用银器来检测一下 有没有事情陷入损伤 或者做一个 做一个扫描 这些都有可能的 所以说 对边结局是要找原因 对 但如果说 但如果这个情况 变得严重的时候 你要马上去看医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没那么秋 这个问题 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 即便你已经尝试过矫正 那是肯定一定要去看那个颜科 那看颜科之前 当然之前看 Poly Clinic 综合诊疗所的医生 来 来 鉴定 那 有双 因为你说 有双重的 双影 那 如果有双影的话 我们还是要知道 到底是近距离 还是远距离 还是一直持续的 这些 再请问一下 你是否 你的麦克风 是否有没有声量 我看到你又 没有你自己了 你现在又 你要补充一点什么吗 让我们更了解你的问题一下 我好像听不到你的 听不到 对 可是 没有关系 如果你真的 需要 更了解的话 因为 因为有一些故障问题 你可以打来我们的 热线号码 CNN我们可能帮你 录下你的问题 然后我们请 我们相邻 护士 还是留下护士 再 再跟你 帮你解答你的问题 好不好 像您还有一个 你可以把它 把你的 slide上到最后一页吗 所以可以看 那个电话 好吗 好的 这不是最后 所以你可以打 97718842 来问球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如果你还想补充你的 第二大问题 还不好 行哦 可以 这样的话 谢谢两位护士的分享 还有大家的问题 你们还有 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 刚刚 Madam Sharon有几手 Madam Sharon 还有问题吗 没了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对 Madam Chiu 你说我们听不到 不知道发生了 不知道 不好意思 Madam 是不是没有开手机的声音 哦 听到了 我是讲他没有开手机的声音 所以听不到他 这个的话 如果有人在你的旁边的话 或许能叫他们来帮你看 有什么 你的电话上 还是电脑上 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因为你的 有时那个 那个 没有 关键好 Madam Chiu 我们看得到你 哈喽 可是我们还是听不到你说 所以我们听不到 看到你的嘴巴在 发生了关系 Madam Chiu 你打给我们好不好 你 你拿下这个电话号码先 然后我们的 想做完以后 你发个电话给我们 然后我们再帮助你 OK Madam Chiu 可以的话 你可以放一个 好 等我可以知道你听得到 嗯 再说 因为还有 时间的关系 已经要三点了 还有其他人 有其他的问题 想问问我们的故事吗 我们听起来的感觉 学到了很多 看到没有 到立场没有 OK 很好 可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会在下个月 就是五月份 我们会 在五月主号 剪辑的我们 五月二号 是个公定假日 所以我们不会有 任何的 讲座 我们会在五月九号 见 而且五月九号 是我们的 这个系列的第二个 讲座 第二系列 所以有 part two 这个 关于我们眼睛 护理 还有 的讲座 好不好 所以如果没有 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在 哇 好像很久 好像一个月后见 不然的话 你就可以参加我们 下一期的英文讲座 好不好 OK 然后 Madam Choo 记得打给我们 我们可以来帮着你 请把电话放进 WhatsApp给我 Madam WhatsApp给你啊 我好像 有没有你的号码呢 没有关系 大家的话 你可以 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在 下一期见 对 Garr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真的话 谢谢后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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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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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Madam Choo 我已经呃 在那个chatbox跟你讲话 而且 这只是我们两个人能看到的 不然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然后 我们再打给你好不好 我刚刚发了 message给你 在那个zoom chat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